大家好,我是米库 今天我们介绍巴斯克蛋糕 巴斯克焦香乳酪蛋糕 最早起源于西班牙的巴斯克地区 被称为Tartar de Keso 意思是家庭制作的乳酪蛋糕 这个蛋糕做法简单,外形狂野 最大的特点是烤焦的外层 这样可以品尝到知识焦糖化的特殊氛味 米库用酸奶替代原配方中的淡奶油 吃起来更轻盈,更健康哦 室温软化的奶油奶酪350克 或者马斯卡盆汁式奶油奶酪割175克 打至顺滑 加入希腊原味酸奶120克 糖60克,继续焦达 加入鸡蛋 搅打均匀后再加入另外一个 这个蛋糕的制作其实就是重复的不停的搅拌 过筛20克中筋粉,最后一次的搅拌均匀 如果你想要更细腻的口感 一定不要忘了这部 过滤蛋糕糊 6寸模具,铺点烘焙纸 25蛋糕糊 清壳桌面,去气泡 烤箱中层 460华氏度 230摄氏度 25-30分钟 出炉时,蛋糕中心是摇摇晃晃 没有完全固定 这是正常的 你还会看见蛋糕渐渐变而回缩 不用担心,这也是正常的 它就是旷野派 冰箱冷藏 切分 添加希腊酸奶版的巴斯克芝士蛋糕 依然风味独特且更健康 特别是部分食用自制马斯卡盆芝士奶油 有一股淡淡的柠檬清香 湿润而不甜腻 我是米库 我们下次见 hemisphere 1 6 19 5 2 5 6 2